好,不管誰配誰,國民黨已經說了,我們是徵召一個最強的團隊,而不是只有個人,但最近阿明啦,我直接叫阿明,因為他自己說叫我媽祖公的阿明,阿明最近一連串的言論讓大家覺得說,你除了充聲量之外,未來在合作上面,會不會出現困難點呢,我們先來看為什麼會這樣說,這是4月30號的時候,郭台銘參加活動的時候,他說啊,如果今天是我來當總統的話,我跟侯宇非常的互補啦, 喉的行政能力強項,可以來輔佐我自己,但大家問說,那如果是喉當選呢,他說我跟你講,我一定會團結,而且我有科技,我有經濟,我有企業經營的強項,可以跟喉整合,讓我們變成無懈可擊,關鍵來了,就是這句話大家會說,你郭台銘是不是願意當副手呢,於是隔天下午,他在出席另外一個活動的時候,他就說啊,哎呀這個丟給黨中央來決定,當然還是陰謀亂,還是飛來飛去飛來飛去,最後郭董受不了了,就在5月1號的晚上,他的臉書發文,我沒有 就要當副手心,我現在目前只有權力爭取,參選總統的目標,沒有其他的考量,但對於現在國民黨來說,當然是希望能夠跟郭來合作,於是我們看到了,不管是侯友宜,曾明宗跟朱立倫,怎麼樣說,侯友宜說啊,郭台銘是個優秀的人才,而曾明宗是國民黨中央一直在整合郭台銘,至於朱立倫,老調重談,國民黨不是提名一個人, 是一個最強的團隊,好,不過郭董一直提出30天,他最近為了充升量,真的是金具品品,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圖,他是昨天的時候,參加活動的時候,他說了兩個話,他說不要議會監督,我們自己來監督,大家想說,哎,這不是民主社會嗎,怪怪的,第二個是,高雄半坪山可以設置小型核電廠,投資核電是賺錢的行業,他為什麼會說到這個,最主要是因為他說,為什麼台積電你不來高雄, 原因是什麼,因為你缺電,所以我們今天在半坪山是核電廠,用小型的核電來發電,是很棒的事情啊,但針對第一點跟第四點,他在昨天晚上的時候,馬上在臉書上面來道歉了,那另外呢,他有再說到,對方上來八萬個兵,我八萬個機器人跟他對打,什麼叫八萬個兵,簡單來講,就是當時有這個兵器推演的時候,有說解放軍的八萬人會上來,那他說我們今天不用耗費一兵一組,我們派機器人跟他打就好了嘛,那另外呢,他為了拔甘金啦,在一些宮廟的時候,他說不要叫我郭董, 我懂啦,叫我媽祖公的阿明就好了,好,你可以知道他最近京去連發之外,還在拔甘金,好,我們來問直斗了,現在好怪喔,朱立倫說了,國民黨不是提名一個人是最強的團隊,那我想問啦,侯郭是最強的陣容嗎?他民調上面好像不是這樣說的,其實我們去看這個民調,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吊詭的事實,就是事實上,我們覺得侯郭好像整合起來是可能一加一大於二的這個效果,可是我們去看, 這個昨天的媒體的情報齁,所有的民調互相對比之後,如果郭侯互相來搭配,如果侯友宜當政的,郭台銘當副的,這樣的情況之下,民調反而掉了下來齁,反而是如果郭台銘當政的,侯友宜甘願去做副手的話,這個民調反而是只有33%跟33%這是唯一沒有變的齁,其他只要在國民黨內,不管是全體還是國民黨內參的民調,只要扯到郭台銘, 全部都下降,這是毒藥嘛,這是我覺得這代表一件事情,這代表郭的粉很鐵,他不管只要郭是正的,我不管你跟誰搭,我就是會有33%的人,我就始終的支持你,可是侯友宜的票源不穩,就是他沒有很強硬的這個侯粉,這個侯粉就是侯友宜我雖然很喜歡,可是你如果跟郭搭配我就不投了,長這個樣子,所以他可能對國民黨有一些感情,沒辦法原諒四年前郭台銘在總統大選的時候沒有支持韓國瑜市長, 這樣子的情況,所以有一點下降,那郭台銘有辦法再往上追嗎?在一個月的時間,有沒有辦法往上追33%就是鐵粉,所以他很有上升的空間,可是侯友宜必須老實講,如果說他繼續民調卡在這邊又沒有展現出他一個魅力,讓侯粉起來的話,可能就會有點危險,再加上我要講一下這個800萬個兵,800萬的機器人我覺得其實這個講法是很有創意的,可是我也會怕啊,就是如果說到時候還是要人去操作的話,那也 那也沒有用嘛,因為等於是你要800萬個拿著遙控器,800萬個兵拿著遙控器指揮機器人,那這樣子的話,你去煮個鋼彈不是很更香嗎?就一個大的這個超級大的我們日本看都慢慢看到,殺的被片甲不留就好啊,就是如果郭台銘那麼有錢,他也有志於此那麼喜歡玩機器人的話,那做一個更大的吧,阿妙你怎麼看?現在郭台銘的金句連發啦,大家是不是不說你為了要充聲量,你才這樣做,好到最後如果打 這個答案出來了,不管是侯或是郭,他們在合作真的會一加一大於二還是會小於二呢?這個郭台銘齁,我覺得他現在是有點人來風的這個體質啦,就是看到台下有很多觀眾,講話就講到忘我,忘了我是誰,好的這個忘我啦,所以今天他這個金句還只是一小部分啦,之前還有講過說什麼只要唱歌、揮旗子、共軍就不會來,現在至少還想到說還要準備8萬個機器人,如果再按照他這樣講,搞不好要下次講說, 什麼他發展核電,然後之後還推出歌吉拉來跟共軍對打,也有可能啦,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科幻版的韓國瑜嘛,就提出很多這種什麼類似F1賽車、愛情摩天倫、迪士尼這些種種的,反正台下觀眾嗨他就嗨起來,然後也不去管這些到底能不能實踐,那所以你看他講說侯郭沛這個話,我認為其實也只是他當下很嗨,他說我跟侯友一戶補啊,講了老半天,其實他沒有去聯想到,他講這些到底在政治上 人家會怎麼解讀他,所以後來他晚上不是又PO文嗎,說我現在只有想要爭取總統啊,其他的沒有想,意思就是他不太可能,我個人也認為說實際上他不可能為了配一個副總統,就這個把他的財產全部信託啊,把他在中國的那些,因為你要看喔,其實郭台銘,他台灣首付的這個財產,有超過半數都跟中國有連結,比如說他的投資,可能跟中國的工廠是有相關連結,如果他要進行, 選總統或副總統的職位,他這些都要處理,他可能要信託,可能要放棄這些等等的,那你如果說選總統就算了,一個沒有實權的副總統,他有可能說放棄這些嗎,不太可能,那國民黨有沒有可能給他一個立法院長,或給他一個行政院長,我覺得這可能性更低,因為行政院長跟立法院長是實際上真的要來做事的,你說以郭台銘的這個性格,給他當立法院長,他真的有辦法協調朝野嗎,他真的有辦法處理事情, 我覺得很困難,那當行政院長更不用講啦,一上去人家問你說,你高雄半坪山你要蓋核電廠,現在進度到哪裡,推動到哪裡,你說只要弄8萬個機器人,現在進度到哪,他根本沒辦法處理,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狀況是,國民黨想要郭的錢,郭粉進來到國民黨這邊嘛,對不對,那還是要整合在侯友宜之下,那郭台銘呢,他現在可能還在年輕氣盛,他還覺得國民黨, 會給他一個很公平的機會,然後真的來比民調怎麼樣,但不要忘了,國民黨從來沒有講過說,誰民調高就提名誰,對,他有一個朱立倫的自由新政的問題,還要加上什麼耐達度怎麼樣,所以就算你郭台銘拼到贏3%好了,搞不好這個朱立倫還講說,可是侯友宜是經過多少十幾年的驗證,郭台銘你沒驗證過,領先3%不算領先啦,所以其實我覺得郭台銘比較可惜的是說,他在政治上過於天真,他把他最後 最後的一條路,郭柯沛其實也是他親口切斷,親口截斷的這樣子的一個,所以當他只把郭柯沛截斷的時候呢,其實對國民黨來講,根本就不需要怕你郭台銘啊,只要在這過程中,他覺得好讓你表現夠了,讓你發揮夠了,我就來宣布我5月17號要提名侯友宜,到時候反正你郭台銘也講過嘛,你會支持侯友宜,那你就自己看著辦,我覺得朱立倫現在的盤算是這樣,建民你是怎麼看,這個朱立倫說了,國民黨不是提名一個人是最強的團隊, 會讓大家覺得說,你到底想要幹嘛,第一個是侯郭,郭吼,你今天選贈位置都還沒有放好,可是你要去喬到這些人都舒舒服服的,會不會現在有一說,是不是你在選舉之前,無關勝負之前,先把未來位置都先喬好,還有一說是郭台銘,像剛阿苗講的一樣,郭台銘過來,如果勝選會當立法院長,行政院長,都有可能嗎,彼此之間在談這些進和的時候,還有高層在談這些狀況,不會把什麼位置啊,什麼立法院長,行政院長還是什麼, 講的那麼一清二楚那麼明確,這個對於郭台銘跟侯友宜來說,都不太可能,而這個對朱立倫來講,他也沒有什麼資源跟立場去要求他們說,以後你們誰為政,然後誰為富的時候,誰或是誰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職位去扮演,這又不是角色扮演,這也不太可能去承諾,現在國民黨連這個不分區的立委,這個名單都還沒開始去做琢磨安排研究的時候,你現在去講這個也一樣,所以,不可能說, 什麼郭台銘當立法院長,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要比照王金平之前,國民黨好幾次曾經選舉的時候,就把王金平放在不分區立委安全名單的這個第一名,然後,以示對他的尊重,然後還有讓他這個能夠,繼續擔任立法院長,那你看,當然郭台銘這兩天,昨天晚上昨天,我覺得他最近因為,也說給他30天,給他時間造勢,所以他給你一個不一樣的這個台灣,然後,可是可能衝過了,有點over了,他就會話講集了,包括半屏山,或者是這個議會監督不要,這些 這些都會讓他失分,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所以當初國民黨內的憂慮不是沒有 就是為什麼有人在講這猴猴GPT,只是會一直跳針一樣,啊,至少人家不會講出半屏山這個要設核電廠啊,讓人家 鬥大,雖然猴猴GPT好像也沒什麼東西,至少你攻擊不掉他什麼 因為他,他話手的很緊,他是一個非常小心的這個 這個這個一個人,昨天晚上他到我們桃園的造勢 我碰到他,送他上車前,我就現在電視台每天都在談你 很難每天不談你 你一句話一個字,大家都關注得要命 所以 猴猴GPT,他就笑笑啊,我當場就直接這樣講他啊,他也是笑笑啊 他就上車了,因為他個性謹慎保守 他也知道這個時候言多必失 所以 但好處是,兩個人不會互相攻擊 這你再回去看2019年 當時郭台銘跟這個侯友宜在,郭台銘跟韓國瑜在初選的時候 兩個人是殺了刀刀見骨啊 從老哥拜託你讓我選一次 然後 做一屆下一次換你,然後到後面什麼,我覺得後面有人放我冷箭等等 一直這樣鋪陳下來 雙方殺了可以說我用血流成河四個字來看 所以後來大選 還沒選,其實初選完的就先輸一半 可是現在其實你看 侯友宜對郭台銘 絕口不出而言 就算是雙方的支持者各自有很多的焦慮表現,或者是支持的話語要求黨中央,趕快提名侯友宜,我趕快提名郭台銘 可是侯友宜就說,郭台銘是優秀人才,郭台銘也說侯友宜,如果他被提名我可以怎樣怎樣輔走他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兩個人其實也跟朱立倫一樣,預留了後面無限的可能合作的空間 佳本妳是怎麼看,現在郭台銘已經說了,這個是要用8萬的機器人過來打 但是我們知道,中國大媽專打機器人 人類跟AI機器人,第一次史上開戰,是在兩年前就已經打過了 當時是在中國的一間醫院裡面 看到一個大媽,她就是穿著一個羽絨外套,拿著一個棍棒 就開始一直猛打AI機器人 其實大家去推論說,AI機器人其實不會有脾氣差的問題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和安 然後幫助這個富人解決問題 但是大家去推論說,為什麼這個富人會這麼生氣要跟這個AI對打 原因是因為呢,其實現在和他們很多的AI機器人放在這個大廳 然後呢,民眾或者是這個病患啊,去諮詢的時候呢 這個AI機器人無法給出一個比較符合人性的答案 所以就造就了人類跟AI機器人的衝突 於此可見啦,要用8萬的這個機器人去跟解放軍對打,恐怕 還有一點距離啦,因為不是跟我們人類想像的說可能因應去應變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用機器人去對戰 還是打一個問號啦